第一次 苦诗 有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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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鹅什么 阿姐 就是所谓小诗人 在七岁时 写的一首诗 叫你的鹅 我记得七岁 我也想写诗人 嗯 注意小诗人 写的什么 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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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下像天歌 白毛 狐狸 水 虹长 拨清波 很大人喜欢配 小诗人 super 喜欢配 每次看见丑布都 他不长进 没错 在他七岁方面那里 妈妈送了一只小百鹅 小百鹅 二天小诗人带着小百鹅 到狐狸拥 突然 鹅见了小诗人 都忘心忘 固知手册的找小百鹅 原来 小百鹅 游到狐狸去找哥哥 蛤 重色轻友 小诗人 看见他们像个蓝天宝云 插着 外外的羽毛 在Green Green的水面上 Red Red的小甲上 或是 若冰王小小语记 就已经会写的这首诗 第一 大鹅 大鹅 鹅鹅鹅 起下下面的白毛 狐狸水 红大窝青蛤 起下窝青蛤 脖子 高长鸣 波滑洞 青蛤青蛤 青蛤青蛤青蛤 大鹅 四王大鹅 这首诗像是 四人气色写的 四个描写 白鹅在泪水中游泳的动作 阿姐 鹅的羽毛是什么颜色 白色 对 鹅在哪里游泳 A 狐狸 B 海女 C 狐狸 C 狐狸 对 世中的掌 指的是什么意思 鹅的甲 对 世人怎样形容鹅 重色青蛤 对 阿婆在不对 等一下 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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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鹅的动作 还有 蛤 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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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颜色 鹅 鹅 鹅 谢谢大家 下个前记得按订阅 下个铃铛 下个铛铛铛出去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Bye